那你簡單說就這樣 真的啦 就我說的這樣而已 就是我們去溝通領就對了 對啦 一早遇到媒體 嘉義縣議員江志明表情尷尬 因為他跟民眾到大陵火車站 卻引發爭議 現在連民進黨都傳出 要將他移送評委會 那如果要出訓要怎麼辦 這部分怎麼搞的 原來他前一天在臉書幫自己報區 表示接受民眾陳情 解決火車站爭議事件 配合其他人一同前往 要找對方溝通釐清 卻被說成逼道線嗆聲 自己也很無奈 不過網友似乎不領情 留言質疑 隔天他乾脆神隱 最後連公務會刊也沒出現 找不到人啊 找不到人 你沒看見 找不到人 你要放來看嗎 對啊 最後改由江志明的弟弟 也是他辦公室主任代打 雖然是哥哥的事 他無法帶回回答 但仍幫忙還夾 幫鄭明解決一個問題 怎麼會搞到這樣子 他真的也是對不起 從這邊經過 他是用騎乘的方式經過 對 騎乘的 那他有帶駐情信嗎 沒有 至於傳出被民眾動手的 旅戰務員 同一天也沒上班 但確實也看到當事人 多次違規經過 如今雙方糾紛進入司法階段 而幫忙出頭的江志明 則被民進黨譴責後 還得送評委會 增誠了公卿辨識組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報告 海報的公協 報告 報告